身无分纹 双腿瘫痪 面临家庭的突然变故 他将如何以手为足 走上创业之路 扛起家庭重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爬出来的尊严 您在画面当中看到 这位中年的男子 他叫剑高峰 剑高峰从小患有疾病 双腿瘫痪 原本连生活都难以自理 可现在居然是 娶妻生子家庭美满 成了村里人都羡慕的富裕户 大家很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的吧 今年41岁的剑高峰 刚刚成为一名父亲 在经营创业的这些年里 剑高峰养殖龙虾的面积 已经达到了140亩 对于许多村民来说 剑高峰是个成功的典范 两个鱼塘弄了四万 正好拿着这个四万块钱 可以铺垫底 加上朋友了什么了 政府了 帮助了什么了 他们我又弄了一点 又包了八个 这样算已经弄了十个 剑高峰没取得一点成绩 都要经历比别人 更加艰辛的奋斗过程 1978年 他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 渝台县张黄镇建家村 两岁时 由于小儿麻痹症 便导致他双腿瘫痪 下肢失去了行动能力 从小的记忆 就感觉从小的时候 就感觉就是 人家吧 就是能跑能玩什么的 我那也不能走 也不能什么的 就是全靠双手爬 剑高峰也曾经上过学 但是学校里的遭遇 和各种不变 尤其是每逢雨雪天气 上学对于他来说 就成了灾难 下雨了 下雪了 什么也不行 家里我们姐妹们多 爸妈也没时间送我 在学校里 他们也都欺负我 人家也打了 骂了什么了 他们打我一下就跑了 我又抓不到他们 就抓到他们 也打不过他们 所以一想就不上了 剑高峰虽然身患疾病 但由于父母的照顾 最初的生活 也算得上是平淡安逸 我爸爸他们兄弟六个 我爸就我一个 那时候他们 几个妹妹还都很小很小 我在家里也挺娇的 就是那一种 所以家里要什么给什么的 1999年 刚过完春节的剑高峰一家 修建起了新的房子 然而这样和睦 温馨的场景 仅仅维持了几个月 同年7月 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剑高峰一家人的生活 陷入了危难的境地中 欠了九万块钱 就让他走的时候 盖房子欠下的几万元钱 没有还完 父亲就突然离开了他们 而这一年 剑高峰的四个妹妹 都没有成年 最大的只有16岁 面对这样的家境 母亲的一个决定 再次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我妈在家 就感觉这些孩子 怎么的 也是家里困难 所以也是没办法 就是又走了 现在去改嫁了 面对父亲离世 母亲改嫁 家庭欠款的重重困难 剑高峰并没有被击垮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 将妹妹照顾好的信念 那我就是想 咋子得把妹妹照顾 或者就是说 小姐包 你不想我不能懂 可是我呢 就是说 那就是我嘴 你要真没有了 我小姐包 我呢 这个妹妹哭死 才啥的 身为家里唯一一个成年人的 剑高峰 不得不考虑起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何才能将父亲 生前盖房的欠款还清 爸妈都不在了 我也 我的几个妹妹胃巴都那么小 第一个那种老母猪又能吃第一桶猪 它也就是都淋不动了那种感觉 我是算了 卖它 连母猪加刀子加什么都算了 卖了八千六块钱 我就拿出来的八千块钱还完账 就剩了两三百块钱 家里去这样领化 还了部分欠款后 剑高峰拿着剩下的钱 来维持自己和四个妹妹的艰难生活 但是没过两个月钱就花没了 看着年纪尚小的妹妹 和行动不变的自己 思虑过后 剑高峰决定 以卖草生为生 老人呢 请打包还不行打手呢 打那包钱呢 我说哪知道 我来跑到东门 我找人家 我说你认识那个妹 安生机的 我说你给他说 我给他打成机 凭着奢欠来的打成机 每天依靠十块八块的微薄收入 剑高峰带着四个妹妹 一天天扛过了那些艰难岁月 现在回忆起来 剑高峰心里 仍然留着很多的遗憾 最苦的一次吧 就是那个小妹妹 看到人家 我就是买一个什么东西 想要 就是实在是弄不出钱的 我说你别闹了 过几天 我给你借点钱买一个吧 她说后来又说 这个妹妹呢 有一劝呢 说你看家里没钱 哥就在要 你要那干嘛 后来又说哥 我不要了 我那时候我就流泪了 我想人家都有 咱们没有 我说我以后肯定给你买 在妹妹的心中 一直不离不弃 照顾着他们的哥哥 剑高峰 也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我爱哥哥吧 我当然心目中 就好像一个父亲那种感觉 我这个超新当中都是他的 几年后 随着妹妹们逐渐长大 有了外出工作的能力 剑高峰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 仿佛没有那么沉重了 剑高峰开始通过卖菜 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尽管工作艰辛 收入也并不如意 但剑高峰始终坚持 用双手拖着双腿 以卖菜换取微薄收入 而就在这段时间 一道难题 摆在了剑高峰的面前 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大妹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都没有 他就说我是买家具 我说人家有爸有妈的 人家有我也会让你有 为了让自己的大妹妹 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剑高峰 不惜借高利贷 来完成妹妹的婚事 那时候我没钱 我就借了一点 高利贷 借了两千块钱 虽然贫穷 但剑高峰却始终坚守着 按时还钱的原则 比如说我借了你的 我到时给 我就说我用一年或者半年 到时间了 我就算了差不多到时间 我去借他的 我借了他的再还给你 剑高峰虽然家境落魄 但是不论遇到什么情况 他说到一定能做到 因此他在村子里 也有着不错的人缘 我在我们村里回来吧 还算可以吧 你找谁了 借点钱了 或者干点活了什么了 没有说 或者我没时间 我不行 或者怎么的 他只能最多就是说 你等会儿伯伯 我再干完 我去帮你一下 剑高峰比周围很多人 那是绝对的更加努力 更加辛苦 但是这日子依然过得 是紧紧巴巴的 生活非常的困难 很多人也劝他说 没必要 你这个身体条件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 你再拼 你最后还不是一样吗 可是剑高峰说 他不这么想 他觉得只要努力就有回报 早起晚归 就算是爬 他也要爬出一番 人生的新样子来 命运往往如此 在所有人都替剑高峰 感到绝望的时候 转机来了 2014年 村民们竟然在电视里边 看到这剑高峰 站到了金牌的领奖台上 2014年 剑高峰在山东省残运会上 夺得了耀眼的成绩 一个人就拿到了两块金牌 他拿了两金两通 他金牌是个人的 他铜牌应该是团体项目的 剑高峰夺取了赛庭比赛的两块金牌 对于夺冠的结果 剑高峰表示 自己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就是一个字 拼 但是原本穷困潦倒 仅靠卖菜谋生的剑高峰 又是如何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呢 我当时是负责 在这个金牌市参集人员运动员的选拔 所以说呢 当时选拔运动员 为了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 我们都是走到村里护家 山东省第九届残运会开始前 负责选拔运动员的刘小娟 在村民们的推荐下 来到了剑高峰的家里 当时我带着这些教练啊 还有我们那个就去了 就去了他村里 然后当时他还没在家里 后来他们又帮他找回来 然后给他交流了一下 我说你会游泳吗 他说会啊 他说从小就在湖里长大 怎么那么会 与其他被选人员相比 剑高峰积极乐观的态度 给刘小娟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了几番商量 刘小娟和教练一致决定 让剑高峰留在赛艇队 你不是喜欢滑拳吗 你去赛艇队吧 让你去参加这个赛艇 你感觉怎么样 他说当然好了 他说他自己说了一句 他说我能行吗 他问了一句 我说你一定能行 没读过书 平日里连门都不爱出的 剑高峰到了训练队中 在日常训练的过程中 剑高峰第一道坎 就是适应环境 剑高峰他因为家庭情况 非常困难 他没有文化 他刚开始进队伍的时候 他肯定要自备 为什么呢 大家都会玩手机 他当时连手机也没有 为了能让剑高峰打开心结 顺利地投入到训练中 刘晓娟找到了剑高峰 我说没有文化不可怕 对吧 我说因为你现在 你说话交流 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你并不是说 你思想上给不上他们 对吧 你没有文化 这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这当时的家庭条件 他决定的 你没办法 你也想上学 当时像你们这种情况 有多少能上学的呀 是吧 我说虽然你现在认的字不多 但是我说 你可以慢慢地来学习 在刘晓娟和教练的辅导下 剑高峰不仅开始读书写字 逐渐用上了手机 甚至也开始使用上了 微信等社交软件 随着内心的改变 剑高峰不光逐渐融入这个集体 还在那里 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因为我们那里每天 除了训练 晚上都给他们安排很丰盛的 就是说这些集体交流了 活动了 毕竟他们都是参与人 所以说后来 剑高峰走到那里之后 进了体育队伍之后 就是慢慢地变得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自信 那时那边上 那个四川岸去 就是比赛去 他在那儿就是个电子里 出来的这时候 后来留了个微信 多少时间没联系 后来又联系了 在训练中 剑高峰在队伍里的年龄 比其他人都大 训练的难度和受伤的可能 也就相对要比其他人高 那手上那时候 你看不到肉 全是剪的 他都相对的 比他们要刻苦很多 我有时候晚上 他自己也去那个厅里 去拉那个 叫拉训练艇的那个 那个体能训练 他每天他都自己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我很欣赏他的就是这一点 他至少他不怕苦 他也不怕累 剑高峰的辛苦没有白费 残运会过后 他不仅获得了名誉和奖牌 他自身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 也逐渐好了起来 运动员的生涯 点燃了剑高峰 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心 我认为体育运动 对每一个参加体育运动的参见人来说 都改变了很大 因为参加了体育运动 说实话 他们只有融入了这个大集体 剑高峰呢 他就从参加了这个体育运动之后 他回来 他变得特别的自信乐观 在收到残运会的奖金后 剑高峰开始主动来寻求改变 给了两万多 那就感觉很好了 也就感觉吧 认识了很多朋友或者什么 也有 就是说这残疾人类的 干什么的都有 那我就感觉 人家能干点什么 咱自己也想办法干点什么 在此期间 刘小娟也一直在为残疾人就业 想尽办法 那么呢 我是根据我 他们每个人的残疾程度 我来给他们选择 适合他们自己的就业迷路 虽然一连推荐了几份工作 剑高峰都由于各种原因 没能做下去 但是 在刘小娟的启发下 凭借自己会游泳的本领 加上妹妹家的两个池子 剑高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他就说人家能干点 你不能干点 我想对啊 我养龙 我养下去 后来一段 我本来每年有两个池子 剑高峰这一点就是非常好 他做什么事之前 他就权衡这个后果 包括这养龙虾 他就说我要做一定要做成 由于缺乏养殖小龙虾的经验 剑高峰第一年的创业之路充满艰辛 他靠着双手在水塘里滑来滑去 辛辛苦苦大半年的劳动成果 有时几天就被清了鳞 只要是水一变之 他就立马就会死 死得特别快 你今天看着水有点变色了 那就下已经死了 他死了有一天你就看不到他 他在水里面沉着 他不像鱼一样死了 他就扶上来 辛苦一年没有挣到钱 还赔出去了大部分积蓄 大家都很担忧 而剑高峰却仍然坚持了下来 第一年有点怕 你看就是通过咱们政府 什么给带了点款 什么的怕万一亏了 还不上中国败 还有亲戚的朋友的 都过得都挺 就是说都没有多少余钱 就是这样借了一点 这也没什么可怕的 我要还个都还上 还剩下几个妹妹的一点 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 剑高峰的生意有了很大的起色 如今已经拥有一百四十亩 养殖小龙虾面积的剑高峰 又给自己设立了下一个目标 过来年我想腾出来一个 吃的羊鲜鱼 羊口鲜鱼 什么想象鲜鱼 羊鲜鱼 那个没风险 它不是 它就是你睡好点睡脑点的 只要是温度不很低 它就不是 除非过冬它死了 你等不到过冬就呆了 像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卖吧 在创业的过程中 剑高峰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当得知当年训练队的女队员 成为了剑高峰的妻子的时候 刘晓娟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包括对这个女孩也是 她确确实实用她自己的真诚 感动了女方 就是残联 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职能部门 我们的职能就是服务 服务于谁呢 就是服务于他们 因为疾病的原因 剑高峰的双腿没有办法行走 但是她勤奋坚毅的拼搏 却让她的双臂变得更加的有力量 正是通过这坚强有力的双臂 和艰苦的训练 剑高峰登上了赛艇金牌的领奖台 从此拉开了精彩的人生大幕 不论是命运的坎坷 还是创业的艰辛 或者爱情的不易 有的时候啊 似乎也是为了让我们 具备某种品质 因为唯有这些品质 才能够承载着成功喜悦和幸福 和我们一路前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